但是我個人本身覺得 如果說你們大家都很懶惰很懶惰 OK 豆漿是OK的 豆漿是 第一個它有皂肝 還有它有個叫卵磷脂 皂肝 Suponing 就是皂肝 它第一個抗癌 它可以修復肝的功能 你不要去想到大豆液黃銅的荷爾蒙好了 我們想到它的卵磷脂部分好處 豆漿本身是可以抗衰老的 老人痴呆症 真的喔 對 因為某些大分子 鹹甜豆漿都一樣是不是 鹹豆漿也可以 不要太甜就好了 但是要無糖豆漿 無糖豆漿就OK 如果是很瘦 而且目前順便點饅頭夾蛋 它其實那就是豐盛 再來一個油條燒餅 它那就是豐盛的那一餐 因為本身豆漿在目前的 任何抗衰老的 或是它都前五名 為什麼 第一個 它的非常的低熱量 它非常高蛋白 那個素食的者都可以吃 重點是 如果剛才是你吃素 你沒有辦法吃到魚油 它有一些Omega3的話 不要忘記 豆漿本身有亞麻油酸 還有刺亞麻油酸 它本身會刺激你產生一些 心血管的一個保護作用 所以我可以狂喝豆漿的意思嗎 也不行 這樣說 因為豆漿本身 大量的大豆翼黃銅 有時候會過度刺激 所以你也要吃量的 那吃大豆翼黃銅 對 我還吃大豆翼黃銅 它有普林 可是它的普林值 沒有豆腐來得高 因為它本身是稀釋過的 可是因為豆漿不是喝多 也會容易脹氣 無糖豆漿會比較好一點 妳是建議我們飯前喝還飯後喝 因為有人說飯前喝飽足感 就順便減肥 但是又有人說要一早喝 沒有 豆漿是晚上睡覺前喝 真的假的 不是早上的早餐嗎 那個是為了要減肥 所以晚上是高蛋白肥減肥 是可以的 對 有一個人跟我講說 夜間喝豆漿 就是你晚上睡覺前喝一杯豆漿 然後再去睡覺的時候 它那個豆漿是在裡面吸收分泌 最好的一時間 或者是你想有透過運動減肥的人 你就是運動完以後喝一杯無糖豆漿 對 再也會修復你那個肌肉 真的 好棒 可是要記得提醒大家的是 因為其實豆漿有一個 就基改的問題 非常嚴重 還有就是因為豆漿的運送 比方黃豆的運送 從美國或澳洲過來的話 它會有黃取毒素的問題 可是台灣有一個好處是 台灣農業已經在大量推廣 台灣的農民種台灣當地的黃豆 還是一個非基改的 我們那個台灣的農地怎麼種 日月光你不改善 我們的農物都不能吃了 所以我呼籲大家可以吃什麼 吃毛豆 毛豆 毛豆一定是台灣種的 台灣的種的一定都不是基改的 因為台灣不允許種基因改造的 所以也可以晚上睡覺以前 刻一把毛豆嗎 可以啊 但不能派啤酒 吃毛豆好不好 其實不會喔 其實毛豆你把它 可以嗎 蒸熟以後把它打成汁 它是綠色豆漿 你可以試試看 為什麼我感覺有點噁心 不會 像高普林的東西呢 有一點像煮濃湯這樣子 那它是不是高普林的 算高普林 可是柔姐不用擔心 你就絕望了 碰峰發作的不要吃 你沒有發作 適量吃沒關係 你發作期不要吃 因為你豆類已經證實 比那個海蟬 海鮮 內臟 啤酒還要輕微的 所以它發作期不要吃 其他時間 你有尿酸過高的人 你適量的喝一杯 兩杯醬 沒有關係這樣子 好 銀信 每天吃七哥腦袋會好是不是 現在銀信已經推翻了 可以治療老人痴呆症 或預防老人痴呆症這個名詩 所以銀信已經不能夠 不會血管爆燒而已 對 第一個就是那個 血管 手麻腳麻的對不對 腳麻手筆的 還有另外就是它對於心臟的保護 還有沒燒的 還有對於一個大腦血管動脈的保護 還有預防腦異血方面的 真的還是很好嗎 對 但是它對於一個肌力 或是老人痴呆常見忘的 它的效果沒有其他 沒有那麼好 我以前聽八顆 現在聽七顆 他說六顆 到底是要幾顆 不能超過七顆 銀信是有毒性 它是以克數的 它是幾顆 一天不能超過50公克 總有個大概是幾顆吧 50公克大概是 我覺得是7到10顆 OK 7到10顆 OK的 而且銀信本身的毒性 它是會造成刺激心臟 和刺激腸胃道的腹瀉 所以它是屬於輕微毒性的 我曾經有就是每天吃銀信 每天吃銀信的話 洗內褲的時候 妳都會很開心 怎麼說 因為隨時流一流就很乾淨 真的 真的 對銀信有方式嗎 對銀信 銀信也可以 我覺得功能是不是很像 功能很像嗎 其實不太一樣 因為銀信本身是 妳剛才說 蔓越莓是促進尿道 讓它利尿和消炎 銀信的利尿效應是在皮膚 所以吃銀信 其實妳不管會不會變笨 不管它會漂亮 很漂亮的 就美美的傻瓜 我跟家吃銀信很簡單 妳倒一杯牛奶 加7顆銀信調一調 就吃了 對 或者是妳燉白 不喝燕溫的話 燉白木耳 很無聊對不對 就常常換紅棗對不對 妳就丟幾顆銀信 就丟下去 會或是 也好好吃 好 這裡面最貴的 就是人参了吧 對 人参本身在台灣 一直很不受寵 它一直很受寵 一個是它很貴 所以很多人買 一個是它很上火 很多人不敢吃 可是人参的話 它其實 我們現在不講西洋参 我們講的是高麗参或人参 因為它本身是五臟六腑都補 像乾心脾肺腎都補到 可是重點就是在於 它第一個 抗氧化和抗老化低凝 第二是它是抗腫瘤的 第三就是它可以補乾心脾肺 因為它有20種皂肝 我們講到人参躁肝就是 不用講了 它就打翻所有的人 因為它產生一個 剛才羅姐講的是幹細胞 我們這個更厲害叫T細胞 因為我們 腫瘤細胞的抗腫瘤 是一個叫T cell 就是T細胞 如果你的增強T細胞的作用 會抑制它的腫瘤和發炎反應的話 那人参躁肝是不言而喻的 只是說人参有特色是 台灣人很喜歡吃人参肌 可是又不像韓國那麼冷 所以人参特殊是 第一個你發炎的時候不能吃 月經來的時候不能吃 或是骨折或在上石膏不能吃 還有你高血壓或痛風 或是在一個膽固醇孤高的時候 不要吃太多會比較好一點 可是沒有這些的話 人参可以吃的頻率是多頻繁呢 如果你很年輕 你不要吃OK 你如果在讀書的時候才吃 可是我建議是 45歲以上的男生跟女生 你開始培養成一天吃一兩片 不管是含在嘴巴都不要吐掉 或是說你把它泡在水裡悶燒罐 都OK 那個西洋参要大計量 一次十來一片 人参不用的 人参只要一天兩片就夠了 所以西洋参跟人参完全兩回事 人参是大補元氣 補五臟六腑 行氣 活血 可是那個西洋参本身 就只有在支氣管或是肺部 還有過敏系統方面 其實現在冬天 冬天的進補的季節 可是很多人說 這個什麼涼補 熱補 溫補 什麼高度 我頭都昏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 有沒有什麼東西 可以全年無休的補 補你的老化 讓你的老化延緩一點 我們要請這個周醫師 帶我們來看一下 妳今天帶來 這是什麼樣的一些料 對 剛才有人又不能吃人参 有人月經來不能吃人参 又有人不喜歡吃魚油 又吃素 我建議一個是就是核桃 核桃本身在當季 是一個非常好的食材 我們中醫喜歡講 余腦補腦 對不對 隱形補形對不對 然後我們目前不建議是豬腦 是因為核桃本身 你有沒有發現 它看起來很像腦 既然你要刺激 頭部的記憶力好的話 剛才大家都說 頭見我很健忘 你不放在下心說 它很像一個人的腦的形狀 然後它本身裡面的 一個亞麻油酸 還有刺亞麻油酸 不會輸豆漿 會不會輸魚油 所以我們就把它拿來打碎 然後放進剛才我們覺得 最好的豆漿裡面 等一下 先幾個 一定要買一個 你一定要買一個蓮殼的嗎 這要開多難開 這樣才好 我覺得蓮殼的話才衛生 不然的話上架什麼都不知道 我覺得一些10到20顆 都沒有問題 這麼多 因為本身是熱量很高 可是它沒有被糖炒過 熱量沒有你想要那麼高 沒有炸過的 對 沒有炸過的 我們現在買很多堅果子 不要買那個很香 糖又是什麼意思 炸過糖 如果是這樣子的 就熱量沒有那麼高 可是我打不開它 怎麼辦 不會 我現在竟然用 你這樣打開就好厲害 對 你就用一個一字型 或是說我們大部分來說 用鑰匙就可以 我就把它穿進去打開 這樣就可以了 真的很厲害 就可以了 然後你本身在看電視的時候 就把它撥開就可以了 然後用果汁機打嗎 果汁機 我喜歡用果汁機 妳不是說一鑽就開了嗎 我看妳鑽了三 四下也不開 用指甲就開了 用力點 這樣就開了 這樣就開了 就可以打開了 要罵才會開 這個是這個嗎 對 然後我們就把它 用研磨器或是料理器 把它打碎之後 把它放在豆漿裡面 然後我今天是特地把它分開 對 豆漿 加了核桃碎屑 對 很好 因為本身有些人他比較上火 他不能吃一些人生機 他本身又有一些 比方說他想要補充蛋白質 或他早上想用一杯 來當作精力湯的話 這都是非常好的冬季飲品 如果我只是喝豆漿 可是我把這個當零食這樣吃 分開來的意義一樣嗎 有 可以 可是當你熬夜或是加班之後 你很上火 你第二天會濕生 因為它比較 比較熟 所以本身我建議是 比較溫潤喝會比較好 所以你不用紅藻 紅藻本身是 如果說你的月經後 你可以利用紅藻 比方說我們把它一捏 把它合去掉 因為紅藻一定要去合 捏掉之後 紅藻本身你把它下去打 用紅藻肉去補鐵質的話 你的精力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這杯裡面是也有打紅藻 我今天先沒有打 是因為是有些人 他比較上火或熬夜 不適合喝紅藻 真的 好 所以你現在這杯裡面是 豆漿加已經磨碎了的核桃 其實現在各位桌上 每個人都有一杯 有 想要一想喝會比較好 因為我故意把它烘一下 對 浮起來的就是核桃 因為我故意厚加 因為它是比較有一個 很溫的 比較會有濃烈的感覺 是不是 因為豆漿其實也是 比較良性的東西 所以這樣加在一起會比較剛好 是的 而且我剛才提醒一下 因為大家剛剛好像 對糖分東西很怕 可是你知道台灣人和日本一樣 非常愛甜食 我必須 其實我吃很鹹 我不太吃甜的 可是我必須幫甜的東西說點話 如果你吃到一個 健康的糖分的飲品 或是健康的食品的話 其實它對於你的抗衰老 是有幫助的 我們怎麼知道什麼樣的糖色 黑巧克力 巧克力的 可可的 或是我們說的 砂糖類的或黑糖類的 只要不要是太精緻的糖 其實對身體的幫助 和細胞和皮膚的保養 那個糖分是有幫助的 好 好喝了 我們飲食跟運動要雙管齊下 老師有帶我們 他的獨門的運動的方法 讓我們減緩老化